近日一段视频网上爆传 一名工人在未断电的情况下 直接开启配电箱当场引发爆炸 也引起社会网友关注 配电箱为什么会发生爆炸 配电箱爆炸是由短路引起的 平时使用的电线短路 会发出较大的声响和火花 配电箱距离电源较近 短路电源比平时短路大得多 配电箱里面的母线排挤面打 短路时短路电流形成的 瞬间高温和强大的电动力 就会合成爆炸气浪将配电箱炸开 所以说非专业电工人员 千万不要随便乱动配电箱内的开关 后果真的很恐怖 当然专业人员在操作配电箱时 也要谨慎按规操作 否则上市故场景将会再次上演